暗率的本土病例是韩 就应该是昨天晚上也有公布 淘积累积8人染疫新增的暗17307 CT值高33 而且在12月28号就有症状 而暗17308和暗17309 CT值分别为23.4和19.5 都有喉咙痒的状况 三人都是夜班的清洁员 大家也会怀疑是CT值最高的 是不是相对 是不是发病最早 不过这还是需要 是不是一个比较早的案例 那从他的一个 就是有症状的日子 他也是最早 那些都会列入 我们未来在调查的一个情况 谁是感染员打个大问号 不过回头和其他清洁员比对 发现并没有搭同班交通车 反而是职场上有交叠 暗17238平时在行李转盘处的厕所打扫 跟暗17307曾被分配到同个洗手间清洁 而办公区厕所清洁工 暗17239跟暗17308 两人曾约45分钟相处 一起受过教育训练 至于暗17309工作场域没有固定 属于流动性的支援 交通车的一个群聚 作为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关切的点 不过近来再多了这几位 然后相关的职场跟交通车的 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接触 所以在目前这情况又更复杂了 八人群聚案要找出关联性 谁传给谁更加朴朔迷离 反观先做的是扩大匡列 毕竟八人当中 暗17230暗17238以及暗17239 还有暗17240防疫计程车司机 这四人确定感染大魔王Omicron 传播力强的变异株 得快横拯匡列 精准疫调 不让疫情在社区蔓延 TV本新闻